周浩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那么这期节目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就是 Hai Next Age Style 系列的最新产品 来自EVA当中的TV版零号机 这款产品的话其实已经是在上个星期的6月30日发售的一款产品了 官方定价的话是在3500日元 因为上一周的话实在是太忙 所以说一直拖到这一周才有空来更新这款产品 但是好在这款产品其实并不是一款全天的产品了 应该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之前那一款 剧场版零号机的一个变色再版 变相再版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对这款产品的期待度的话 大家小伙伴也并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说稍稍晚一个星期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吧 那么还是先从包装开始简单的看一下 这一次的话就不再像之前那一款剧场版那样 整体的配色的话是蓝色为主色 加上一些武器配件什么的一些变化 可以看到这次的作品的话是第39代 下面的话是系列名称 以及它的认证标签是EVA的一个镭射的认证标签 以及黑爱心和万代的标志 然后翻到反面的话就可以看到 印着的是这一次的TV版零号机 所附带的一些武器一些产品的特写图片 然后这次产品的背面的话 没有贴任何的那种镭射的防御标签 万代黑爱心的镭射防御标签 NXT的所有产品好像都并没有那个标签 所以说在购买的时候 不用太过的去在意这样子一个标签 然后包装侧面的话 一边是印着它拿着三种武器的一个动作的特写 另一边的话就是它全身的一个大特写 包装的就是这样子 没什么可都看的 我们直接来开包吧 包装里面的话依旧也是一份说明书 一个吸塑包装 以及下面的所有配件 配件当中的话 就是一个通用的透明支架 以及底座 还有它的两把武器 狼金弩斯枪 以及一把狙击枪 然后在吸塑包装当中的话 也可以看到相较于之前的那一款剧场版的内容 来说的话是有一些少的 首先本体之外的话是会有两队的替换手型 替换手型的话在造型上是和之前那一款剧场版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两个握枪手以及两个五指张开的这样子一个张开的手掌 然后剧场版大盾的那个地方替换成了一把非常庞大的洋电子来复步枪 一根肚脐电缆 然后肩部替换零件的地方就只有一个了 因为它是只有单边替换 用于来握持这一把洋电子来复仓的所使用的时候的 那么拿出了这次产品所有内容为了同时 萌兔也拿出了之前那一款剧场版配色的零号机来进行一下对比 来看看它们两者之间的会有什么区别 那么它们本体这个颜色不一样 我们先不说 那我们来主要来看它们的配件 首先它们两队的替换手型是完全相同的 TP版这次的话没有在附带剧场版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替换的胸甲 然后替换的肩甲的话也只有单边的 所以说这次的TP版的话是不能够还原出两边都没有肩甲的那样子一个形态的 武器方面的话则是完全不同了 剧场版的话是一块盾以及一把这样子冲冲枪 然后TP版的话是给了我们是一把洋电子来复枪以及一把狼金兔斯枪 那么将这两个本体拿在手上之后 如果这个剧场版的零号机它的胸甲不对它进行替换的话 那这两者在外形上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 只在配色上做了一定的区别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次TV版的话相较于剧场版来说 身上的这种细节刻画的地方 在细节涂装的分色上是会比之前那一款剧场版会少了很多的 像肩部侧面这些地方 以及它肩甲前面的这些个小面积涂装的地方 这次TV版的话都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而且身上蓝颜色的地方都是成型色 也就是说它身上只有这种白色零件的地方是使用到了一定的涂装的 所以说整体的涂装工艺来说的话 并没有之前那一款剧场版那么的丰富 只能这么说 即使两者身上90%的配色都是不同的 但是在它们头顶上这样子一片圆溜溜的绿色的地方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而且这两片绿色依旧使用的是电镀色来进行涂装 可以说是相当的扎眼的 那么除了配色之外 全身上下的这些个细节刻画 以及这种刻线纹理的话 两者上来说是完全的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这点上来说的话 应该说是万代是有一些偷懒的 因为TV版和剧场版它们在外形上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但是好在这个外形的造型还是采取的是 剧场版能经过更加精细设计之后的造型 所以说对于这种更加精细刻画过后的这种造型的话 我们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还算不错就这样 然后这次TV版零号机的话 身上也是同样有着NX系列一贯的那些个缺陷 就是它身上的关节是有一些松动的 像它腰部的地方 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固定能力的 然后身上其他关节的地方 现在玩上去还是比较的紧实的 但是NX系列的话也是会和MB一样 会随着时间的退移 这个关节会慢慢的变松的 渐渐的你就会发现它离不开支架了 那么本体在造型上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话 这一次的产品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它附带的武器配件上 这次武器的话是给我们附带的有三种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洋电子来福枪 整把枪的造型刻画还是比较的精致 身上有非常多的细节的纹理刻画 并且这把武器身上大面积的白色部位都是有涂装的 它是在银灰色的零件上进行白色的涂装 所以说这把枪在白色的部分上是表现的非常厚重的 整个拿在手上之后完全看不出像是一把塑料材质的一把武器 整体的这种质感是非常好的 但是枪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可动机构 以及一些什么小机关什么的 而且要拿这把枪的话还要对肩甲进行一定的替换 将单边的肩甲拆除之后才能来安装这把枪 如果将这把枪安装在他的手臂上之后 可以看到他这把枪当中搂出来的造型 和他手臂的外轮廓是其实贴合的还是挺好的 整体造型的完整性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摆出来的造型的话也可以算是酷炫 但是因为他肩部的替换零件是具有方向性的 所以说这个零件的话只能装在他的右肩上 是装不到他的左肩上来的 所以说的话也就不用考虑说什么 我买两台来进行一个双持 那也是做不到的 然后第二把武器的话就是一把狙击枪了 整个造型的话就是一把大狙的造型 并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地方 通体上下的话也并没有任何的涂装 以及那种分色的细节 全都是成型色 使用的这种银灰色的材料 整体造型刻画上的话 还算是比较的尖锐并没有肉的感觉 但是因为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涂装 所以说这种成型件的表现的话 给人是有一种非常浓重的塑料质感的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狼斤弩斯枪了 那门徒会买今天这一款TV版零号机的话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动机 就是冲着这一把红色的狼斤弩斯枪去的 因为这把狼斤弩斯枪和之前TV版的出号机那把 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有了这把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一个双持的效果了 双持的造型还是非常的霸气酷炫的 好的那么经过这么一小段时间的把玩之后 萌兔觉得今天这一款TV版的零号机的话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亮眼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是拥有了之前那一款 剧场版零号机的小伙伴的话 那今天这一款TV版的零号机 基本上就是一款武器包的存在 当然也不排除有像萌兔这样子的 NX系列的制霸档 出一个买一个的这种玩家 对于这种玩家的话 萌兔也想说今天这一款TV版的零号机的话 并不用太着急着去入手 因为NX系列的产品 首先就没有几个长得是特别贵的 可能也就是之前的剧场版的出号机 会稍微贵那么一丢丢 但是随着TV版的出号机再版之后 价钱也是渐渐的趋于稳定了 各个望今天的这款零号机 即将推出的二号机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 他们都没有什么非常高的人气 货量的话也是相当的充足 所以说如果你只要再稍微等一等的 可能就会以更优惠的价格 来入手到这一款零号机了吧 好那就是这样 喜欢萌兔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 收藏 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的萌兰分享视频的话 你可以订阅或者关注一下 最后的最后还是感谢小伙伴们 长久以来的支持以及捧场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